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254-2903 花生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有些人甚至把花生当成是一种养生保健的坚果食品 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关注养生 于是很多人提出花生也是癌症的加速器 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吃花生的话 就会加速癌细胞的扩散 从而加种病情的发生 对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1.花生真的会加速癌症转移吗 癌症之所以治疗难度大 主要的原因是癌细胞容易扩散和转移 到了中晚期可能不止一个地方癌变 而花生属于常见食物 可以为人体提供维生素 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 脂肪 适量吃花生能够提供丰富的能量和营养物质 从相关的研究发现 花生当中含有花生凝集素 这种物质进入到血管之后 会跟血管内皮细胞发生反应 这也就让很多人害怕吃花生加速癌细胞的发展 但实际上花生是否会影响癌症病情 取决于获取的花生凝集素的量 一次性大量吃花生才可能会获取足够的凝集素 让癌细胞转移 但很少人会一次性过量吃 大量吃 因此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二 私类人的确不适合经常吃花生 高血脂患者 对于血脂偏高的人而言 吃花生的时候应该控制好摄入量 因为花生当中含有一定的油脂 这些物质摄入过多的话 很容易导致血脂失控 因此如果不想血脂持续升高 或者是并发症出现的话 一定要控制好花生的摄入量 腹泻的人 如果一段时间之内出现腹泻的情况 也是不建议吃花生的 因为花生当中携带着一定的油脂 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 很容易加重腹泻的情况 严重腹泻可能会导致水分流失过快 从而出现脱水的问题 但囊切除的人 花生进入到人体内之后 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消耗大量的胆汁来分解 对于那些现出胆囊的人来说 由于胆汁分泌不足 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 也会加重消化吸收的负担 慢性肾病患者 要知道 蛋白质的代谢重吸收 是通过肾脏来进行的 而慢性肾病人群 他们的肾小求过滤功能受损 如果患者本就出现了 蛋白质代谢异常的症状 在贪吃花生这种高蛋白的食物 将会加重肾脏的负荷 会让身体分泌尿蛋白 甚至进一步地加重肾病 三 怎么把花生吃成长寿果呢 根据中国膳食指南的推荐 要想保持健康 我们每天应该吃10克左右的坚果 大约10到15克的花生 坚持每天吃这么多 不要过量食用 挑花生的时候 大家要挑颜色深的花生 因为颜色深的花生含有更多的多分类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花生出现了霉斑 花生人发软发黑 就千万不要吃了 这是因为发霉的花生当中 含有一类致癌物 黄曲霉素 黄曲霉素要在280度的高温以上 才能够分解 但是一般家庭的烹饪达不到这个温度 所以如果花生发黑了 建议直接扔掉 此外民间还有传言说 发芽的花生不要吃 这是真的吗 其实正常发芽的花生是可以吃的 花生芽和黄豆芽绿豆芽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很有营养的食物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